分享成功的经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那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是令人很兴奋 富裕人生邀请您一同加入饮料华尔街 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饮料华尔街 那今天这行情呢这个继续呈现一个多头的表态 你会发现这一波行情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强到大家都会觉得说哇这个股市啊怎么那么旺 那我想主要原因在说一些盘面的焦点股跟主流趋势股 它就是一直涨 你会发现今年上半年大概就是一直涨那种 就是反正只要会涨它就一直涨 就涨不停 那不会涨了它可能就不会涨 那不会涨了可能要到下半年它会比较有机会 所以我讲了今年这个继续股票啊大家要有点耐心 因为如果你这个跑来跑去追来追去 你很容易就是说你把它卖掉它就涨 那你去买新的新的就不涨 对不对 所以我说你就是慢慢等 因为今年我想很多的题材它都会轮到 上半年它轮特殊的题材 但是到下半年当整个电子业开始做一个强势付出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股票 它就会开始明显的去做一个反应 所以我想今年做股票呢 大家要有点耐心 你有点耐心我想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报酬 你没有必要随波逐流 就像我昨天讲的你盯着这个海浪 你是钓不到大雨的 你要看的就是说 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产业是真的有机会 未来会出现转息的 那就用力的去买 像今年的军工 今年的绿电 像这个AI都是属于比较转机题材型的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锁定住 下半年有机会开始转强的个股 跟族群的话 我想一定可以赚到钱 那这个盘事目前看起来 我只能跟各位讲 你们很多人空方比较在意的什么 美国在线的问题 你会发现这个也解决了吗 那解决之后呢 那现在市场怎么样重新去关注 关注什么 关注这个FED到底要不要升息的问题 我想市场就是这样子 就说一个事件 会过度的focus在那个地方 当这个事件没有了之后呢 他就去找下一个事件 去做一个焦点所住 那我想这边 我昨天就讲过了 美国如果股市又继续大涨 我讲通膨他很难做加益 但是联准会要再升息 联准会重止他再升息这个幅度 我讲他绝对不会跟去年一样 呈现暴力式的升息 最多最多可能就是 3到5码之间的一个幅度 那这个幅度会让股市你说再破底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你让他短暂修正是有机会的 但是你让他破底不太可能 而且整个通膨最大最大的问题 我讲了其实是什么 还有一个乌尔战争 乌尔战争造成了整个原物料价格 造成整个欧洲那个地方 在整个民众消费上也开始多一个减少 这个其实都有一些关联性影响 所以蔚然世界如果乌尔战争 你说有没有可能打100年 应该不太可能 这个打久了大家两边都会累 就会找个时间一点一起呢 做个台阶一起落幕 那我想这个未来他一定势必会发生 那发生之后呢 他可能又会带动一些新的 重建题材的个股开始启动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行情来讲 他是做不完的 做不完的 那任何的拉回过程里面 就是要冷静理性去掌握到 下一个阶段会飙展的股票 所以当整个市场要重新开始关注 联组会升不升息的时候 我想通方也有一些新的说辞 那我只能跟各位讲 目前整个升息的状况 应该是慢慢靠近为生的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至今 很敢去拉一些股票的原因 因为去年很多股票是一路摔下来的 但今年来讲的话 他会慢慢的爬回去 这就是今年跟去年最大最大的差别 我想我们也做了快半年 今年这个行情也做快半年 应该可以慢慢的看出 这个轮廓是什么 那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们在上半年的状况 不是很理想的话 我觉得下半年 你就慢慢的调整 就是调整到 跟目前的状况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完全不太一样 你的绩效就完全不太一样 我想不能急 你越急你会越乱 你应该就锁定住稳的 有机会的股票 他就会开始走长度 像最近来讲的话 你会发现在整个AI概念股身上 你看像这个今天 3231的伪创 昨天稍微震荡整理之后 今天伪创又开始冲上去 又创新高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人说AI泡沫 我就跟各位讲 AI 以目前Netstock的位阶来看的话 他不太可能是泡沫 可能很多人没有看过泡沫的状况 那个也是先人有体验过 当时美国的状况 那个才叫真的泡沫 现在很多情况是 还没有到那种很疯癫的时候 就是说 没有一堆人一窝蜂的去抢一些股票 其实我觉得 发展到现在 投资朋友是越来越理性 越来越理性 我觉得这样很好 这个就不会很容易就造成泡沫 那目前来讲的话 AI他还是盘面的主流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AI概念股 今天又开始转强 那另外一个转强是什么 是我讲的整个电力相关的股票 对不对 你可以看一下 我跟大家讲的这个1519的华城 有没有 今天华城是不是又涨0板了 再亮一个等158了 有没有 我跟各位讲 150这边正一下 就又一看上去 对不对 我想你不要认为这边是结束 我前几天还言由在我跟各位讲说 你不要觉得他走完 这个 今年在整个选举的状况情况之下 电力相关的股票 你很难去想象它会涨到什么时候 我最早在哪里跟各位讲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可以涨100块 那你觉得 有没有人发财 好 你这样去想就好了 好不好 华城我以前跟各位讲 我最近提醒大家 拉回要买在这里 对不对 这边我也跟各位讲还没走完 对不对 你看今天又涨0板 是不是 你可以看一下 我当时我在去年我就跟各位讲 除能大翻身 这已经不是飙一倍了 这已经两三倍了 有没有 长线我说翻一倍 结果翻了两三倍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你没有跟到没有关系 我跟各位讲说什么 你去注意什么 6月豪彩 对吧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你看到先进光涨 看到TPK创新高 你都错过了 你可以不用飞 去买安全稳定有后进的 是不是 那这是哪一档股票 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这叫做1529的乐视率 我想 所有的讯息会员朋友 你们都可以作证 对不对 今天这样的股票 有没有亮灯涨停板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1529的乐视率 对不对 我想华晨涨 你没有 没有必要去追 我想 还有一些就是位阶 比较OK一点的 你有机会的 你看 这是不是有整理过一段 那 逻辑很简单 我如果预期 华晨未来会涨停板的话 那像这种一样 跟电力有关的 他会不会跟得上 你看像今天很多 电力有关的股票 包括628的康书 康书今天也大涨 是不是 康书也大涨 然后呢 1513的中芯店 中芯店也大涨 对不对 然后1609的 这个大雅 大雅也开始反应 有没有 所以我要给各位什么 除了华晨之外 最强的 那就是1529的乐视率 有没有 今天一样 两个灯 所以我今天特别要打了 双喜临门 这个 我今天要送给各位一张 双喜临门的股票 因为两檀股票 全部亮灯涨停板 对不对 恭喜各位 我想我的股票 不见得跟其他人一样 就是每天要涨停 这个不断的要换一些 这个新的股票 去追逐一些 比较强势的股票 我讲的 我们做法很简单 因为我们是真枪 实弹在操作 越真实的东西 我讲的 越接近凡人 你懂我说 越真实的东西 越接近凡人 那种 越神的东西 越接近神 神的地位 那世间有没有神 我讲的 我是 我是 吃肉 喝酒的 我不是吃香 吃香喝辣的 吃那个蜡烛 对 吃那个闻那个香的 对不对 叫做吃香喝辣 好我们越接近 凡人的 一个 做法的时候 是越真实 那越真实的情况之下 就越不可能出现那种 每天会一直涨停板 然后每一档都一直涨停的股票 对不对 你看我做华晨 我华晨也没有每天涨停板 但是你看 你现在回过头看一下这个绩效 对不对 从 五十几块一路推荐上来 然后七十几块也跟各位讲说 会涨到三位数 拉维过程里面还提醒各位 这是你最后上车的机会点 到今天涨停板超新高 有没有标的很夸张 为什么我觉得说 电力概念股它一定会涨 为什么电力概念股一定会涨 很简单 因为我讲今天要选举 你这个选举的情况之下 我讲了这个 台湾的电力 因为你核四 之前一群专家会去规划核四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他一定是有看到未来台湾的发展的情况 才可以去盖这个东西 核四花了不少钱 你盖完之后没有用 我坦白讲全台湾的人民也损失不少 当初一些专家的规划 一定是要看到什么东西 但是我说了 台湾是民主的社会 既然大家的公投决定就是怎么样 我要废核四 那我们少数人就是服从多数人 这个没有任何话可以讲 合理吧 这句话很公道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接受了废核之后 就像郭台铭当时也接受了 那他第一句话讲什么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到了后来 你发现了 整个台电 有时候一些跳电 什么便电箱出问题 哪个地方又停电 然后他就跟你讲是松鼠 可能是一只蚂蚁 或一只蚂雀 所造成的 对吧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真的 电力是出状况的 所以 从去年开始 我跟各位讲了 如果今天要选举的话 在整个电力的部分 执政党难辞其咎 所以他不能够 有出现任何的瑕疵 因为这会引发明月 你想想看 如果夏天 你在家里看电视 冷气吹得好好 突然之间停电 你家又不是很通风 然后呢 给你停个30分钟好不好 你热个半时 你心里会舒服 你绝对不舒服 那如果停更久的话呢 对不对 有些地方可能停一个晚上 那你整个晚上 心里面 就是怒火中烧 那这个对选票来讲 影不影响到 如果明天要投票 那你前天发生这种事情 我跟你讲 你不管你支持什么人 你到最后 一定会 盖一个不爽料 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讲 今年电力很重要 那你看 前两天的机闻 民进党 还控侯友宜 刻意扭曲 赖清德的主张 所以他们重申 台湾根本不缺电 对不对 好 台湾不缺电 我想现阶段来看的话 台湾是真的不缺电 因为我家也没有停电 但是呢 对科技业来讲的话 有没有缺电 我想很多大佬都出来喊话 因为他们有看到一些东西 可能一些数据是我们看不到的 对不对 一定是我们看不到的 好 那如果你都没有出现什么电力问题 那我们就相信民进党 对不对 但是就在昨天 发生什么事情 南科发生电力压降 就是电压下降 造成跳电 连电呢 报废了部分的金元 然后呢机台重新开机 这个有没有损失 我想有这个动作一定会有损失 那你现在台湾要发展这些东西的话 你电力不够 如果未来 常常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那你觉得这个产业会发展的起来 所以你应该讲说不缺电 不缺电的确不缺电 那跳电算不算缺电 好这个就是 他们可以转弯的地方 对不对 我不缺电啊 但是我会跳电 那这个算不算缺不缺电 那我不管你这样子 这个到底缺不缺还是跳不掉电 我厂商有赔到钱 那就台湾电力有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会变成说 接下来只要哪个地方 有出现所谓的跳电电力的情况 那会造成什么 我们做股票 我们不谈论太多的政治 我们不批评任何政党好跟坏 好不好 我们只针对这个现象所造成的股市的现象 来做分析 你今天因为发生这个跳电的问题 那造成什么 造成股市的电力概念股大涨 我 比较坏心一点的讲 因为我们是股民 我比较坏心的一点讲 你今天如果跳电股市会大涨 那我当然希望你跳电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比较坏心的一个讲法 我希望就是说厂商也尽量不要去赔到钱 但是因为你今天这个跳电会造成什么 整个电力概念股又被大家换起 所以造成今天整个电力概念股又全部怎么样 又全部大涨特涨的起来 华晨今天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股价又开始涨停板 所以我说只能跟联电讲说不好意思 这个造成你的损失 但是呢对其他电力概念股的股民来讲 这是一件比较好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跳电我涨停板 这个感觉起来有点不好 因为以我个性来感觉起来有点不好 但是我讲的 如果你国家真的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就不会有这种事情 我讲我宁可不要去赚这些电力概念股的钱 对不对 大家就好好的发展 但是你现在就存有这个问题 那我不赚别人也会赚 那我们就跟值其赚了 那我们就跟值其赚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华晨涨停板 然后呢今天1529的这个乐视率呢 也亮灯涨停板 恭喜大家 这个会员朋友都有赚到钱 恭喜各位 那你说这个除了电力之外 下半年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它会涨 我讲的今年这个题材很多 会慢慢开始翻转起来 下半年你要去注意什么 产业要开始付出的股票就对了 就像昨天 还有前天 我跟各位讲的一档股票 我跟你讲说滑邦店 有没有 你说华老师我看你节目 你跟我讲滑邦店 会长才有鬼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这事实上真的有鬼 好不好 你不要不相信鬼 事实上真的有鬼 我跟你讲 你看今天滑邦店 来你自己看滑邦店 有没有 28.85 有没有 今天涨了快8% 有没有 26.6 今天涨了28.85 2块钱 2块价差不多 但是它20几块 各位我算一笔帐给你听好不好 我有一个会员朋友 这两天 我的超级大客户 这两天滑邦店 他就买了1000多张 我算1000张就好了 好不好 2块1000张 这两天就200万 就这几天而已 对不对 为什么会挑这种股票 我讲如果 不够稳 不够有挂发力道 我不会去叫我客户去买那么多 我一定有掌握到什么东西 是你们不知道的 那很多东西是你 你掌上来之后 新闻才会去写才会去讲 对不对 今天的滑邦店 有没有喷出去了 你看一下我前两天 我在怎么跟你分析滑邦店 这是我5月31号 节目的画面 当时的滑邦店 你自己看看26.7 有没有 昨天收26.6 昨天也没什么动 但是我在 我昨天我在节目上 我一样跟各位讲记忆 你看我昨天的节目 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记忆体 你看得很清楚 我昨天我节目一开始 就跟各位讲记忆体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讲你去追 威刚去追所谓的雨瞻 那种小型股 它已经涨上去你去追 我讲你讨不到便宜 没有错吧 所以我说我们拉回来讲 我们拉回来看 看什么 要去注意还没有涨到的滑邦店 这是我这两天跟各位讲的 我在跟你讲滑邦店 你相信吗 你根本不会相信这种股票 会涨成今天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我讲的事件上 搞不好真的有鬼 所以有时候我讲的话 很多人会觉得很神奇 尤其是这种大型的股票 因为这种大型股票 你参加我的会员 你的主要目标不是这个东西 但是有时候我会跟各位讲 这种比较稳的 比较适合大致敏的投资朋友 因为好心有好处 我今天要请他出1000张 我卖得掉吗 我随便分个4笔我就出场了 对不对 随便4笔就出场了 而且还不会影响到股价 好心有好处 对吧 所以这种大型的股票 我讲了 我有时候会在节目上神来一笔 会跟各位免费分析 那你就自己注意 那准不准 你们自己也看了那么久 准确率有多高 我不敢讲100% 但是准确率有多高 你们自己心里都有助 对不对 滑邦店 恭喜会员朋友 今天也分出去 所以我想下半年你要特别注意什么 产业要开始付出的股票就对了 那你不用去担心资金活水 你看像去年 这个薪资鼓励双生 去年的众所税 增加多少 2000多亿 年增4成 所以这个股市你说缺活水 我看远远不缺 又有那么多钱 对不对 不要说全部 那过一步混进来 股市也这么猴水 再来你可以看到 5月台股净开户数 40岁以下占9成 代表什么意思 股市越来越年轻化了 这是好的现象 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的公司 要去发展网络 这是必然的趋势 因为我个人也是这样觉得 以后这个电视台 因为老一辈也比较喜欢看电视 但年轻人根本不看电视 所以我也是建议公司 一定要往网络这方面 多加的发展一下 不然我觉得 要被淘汰是迟早的事情 因为这个 你看40岁以下的 年轻人越来越多 我跟你讲 这40岁以下的 会看电视的 上不到一层 现在大家都看YouTube 谁跟你开电视 所以 这也是未来趋势 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警讯 那我也会 所以我开始慢慢规划一些东西 那就请大家拭目以待 毕竟要跟得上时代 那我只能跟各位讲 这个 你越年轻好的现象 好的现象 代表股市活力越来越好 所以下半年 你上半年没有买到华城的 下半年可以注意什么 我跟各位讲 我们就慢慢的做 一档一档跟着做 今天我要给大家是这张股票 双喜临门 这是今天的重点 前面废话很多 大家就多多包涵 今天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请你们特别注意 好不好 华城涨停了 热市率也涨停了 那下个礼拜 主力锁定的这张股票 我告诉大家 接下来呢 准备要开始狂奔 所以你们要特别特别注意这张股票 那今天一样很简单 你就是直接来做扫描 我昨天请各位来扫描 热市率 你自己不扫 我觉得很可惜 好不好 今天你就来扫描 这张股票 双喜临门 下个礼拜 会不会两个灯 会不会三个灯 请大家拭目以待 你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样 手机拿出来 扫描这个QR Code 跟着我一起来布局这张股票 下个礼拜 这一档双喜临门 会让你双喜临门 好不好 把手机扫描 周末下去看到节目的 这一档股票 直接送给各位 祝大家操作顺利 周末玩得愉快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本公司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全民抗掌大作战 888抗通膨专案 让您轻松地负担 帮助您快乐地赚钱 抗掌专线02 8511 3366 抗掌专线02 8511 3366 顶页头股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股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当您避开投资陷阱 至胜关键 顶页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 顶页头股02 8511 3366 全民抗掌大作祭 888抗通膨专案 让您轻松的负担 帮助您快乐的赚钱 抗掌专线02 8511 3366 抗掌专线02 8511 3366 顶页头股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 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 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 也协助您实践梦想 相信从顶页开始 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 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相信我们的专业 相信自己 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 相信专线02 8511 3366 8511 3366 顶页头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从112年1月1日起 满18岁就是成年人 而且男性女性 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 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 租房子到银行开户 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做认可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 我们会赶快去了解全力义务 慢向成年的第一步 天哪 成功后续该怎么办 不用慌 有方法 有财务损失可自行和解 或到各调节委员会申请调解 或向地方法任命市庭提起诉讼 想厘清肇事责任 可向车辆行车事故鉴定会申请鉴定 若有人员受伤可余六个月内 向辖区派出所或地方检察署 提起刑事伤害告诉 投保汽车强制险 发生车祸时可申请保险金 若对方为投保或肇事逃逸 可向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申请补偿金 车祸当事人席之 调节坚定与补偿 内政部竞争数关心您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头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一千元体验轰店了一个月 就算轰动时长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这次只要一千元哦 请播022-365-3255 下班 下班 没想办法 薪水还被乱扣 好想打官司 但没有打卡证明 劳动事件法实施之后 老板就得提供初期的资料 如果老板不提供 还可能被法院罚款哦 劳动事件法保障劳资送权益 化解生意更快更easy 感谢观看 决定 期待 零 差 8 1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